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国禁闻 中共十八大后即将执掌最高权力的习近平 最近受到海外媒体的极大关注 最近台湾卓越杂志刊登文章指出 太子党精神领袖叶选宁 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以及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 将成为习近平掌权后的三大政治幕僚 报道说 这三人中中共元老叶剑英之子叶选宁 在太子党中非常具名望 影响力很大 不过叶选宁十分低调 外界很少知道及讨论 他在习近平班底中的角色 其实他是习近平政商关系重要的牵线者 而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 近年被外界视为大力推动改革势力的代言人 他在习近平传出被伤之后 有消息说习近平与他举行了私人会谈 卓越报道还认为 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源潮 将被习近平倚重 报道说 根据多种说法 习近平和李源潮在政治理念上特别契合 形象上也都是温和派 李源潮成为习近平重要的班底 几乎是极自然的事 另外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 广东中山海州村村民 抗议村委私卖土地 私吞卖地款 从10月12日起包围村委 已经九天九夜 村民签名的万人上诉书 连起来的长度达数十米 据说事件起因是因为 最近传言海州村村村官卖地 获得卖地款达三亿 但村委会只打算分给村民 每人五千元了事 村民深感不满 因此奇及村委讨说法要真相 大陆媒体报道说 最早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的村民 已经被抓 另外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10月20日 甘肃省甘南州 夏河县柏拉乡 又发生藏人抗议 中共高压政策的自焚事件 自焚者是柏拉乡 27岁的拉姆加 报道说当天下午约2点20分 拉姆加在柏拉寺附近公路上 点火自焚 当场身亡 报道引述夏河县一名藏人的话说 拉姆加身亡后 当地藏人和柏拉寺的喇嘛 与警察对峙 藏民阻止警察将拉姆加的遗体带走 并将遗体抬到柏拉寺的金塘大殿外 为他诵经起伏 拉姆加的家人随后将他的遗体运回家中 拉姆加是2009年至今抗议 中共藏区政策的第56名自焚藏人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时事禁闻